对了 那个罗飞娘娘一开始还对我们挺好的 还帮过我们 可是后来她态度就转变了 玉蝶在她那做事的时候 她还打过玉蝶 可惨了 是因为王爷吗 玉蝶 她只是个厨娘 而且大家都知道 她心里只有黎马 她和王爷应该没有什么牵扯吧 有时候女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可怕的 你在这里坐着 我去看一下 周虎伟 怎么样 就在前面那间 我们查到那个人做过这种长蛇吓人的鬼脸面具 仔细寻找 别放过任何地方 是 我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步调好像在哪儿见过 人死了 难道我们寻找做面具的人的消息已经走漏了 我们都还没有确定他是不是做面具的人就已经被灭口了 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和杏花的死一样 他还是比我们早下手一步 难道是我们当中有内奸 难道是同一个人所为 现在还无法肯定是一人所为 这伤口看不出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这种伤口不像是普通利刃造成的 比剑还要窄一些 屋内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凶手不是趁人不备 就是武功高强 咱们还要仔细搜查 不能漏掉任何的线索 这只女人的鞋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这布条很有可能是凶手刚刚留下的 这鞋子嘛就不知道了 这鞋子的主人刚离开不久 何以见得呢 尸体还是暖的 鞋也没有完全凝固 而且这鞋上也没有浮灰 就说明他们刚离开 难道凶手是个女人 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先回王府 向王爷禀报情况 记 嫌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住今请罪 什么罪呀 您拿的每一张纸 那都是我的道歉书 我没有照顾好御爹 请你打我一顿吧 王总管 叫我小贤吧 小贤呢 阿姨那个亲娘 咱们到那边去说吧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王总管呢 你这举动也太突然了 其实老实说 玉碟所经历的这一切呢 你是没有责任的 你为我们做的事太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报答你 我不需要报答 我跟你做的所有事想 不需要报答 那太好了 那既然你不需要报答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那我就不报答你 就当作报答你了 好吧 那再见吧 对不起 吃大蒜了 没事 蒜消毒 消魂 消魂 本王原本以为 找到了面具 就可以证明玉碟的清白 现在这人却死了 可这反而可以断定 是有人栽赃玉碟的 王爷属下总认为 这几件事情有某种关联 应该是一个人干的 你细细说呗 从断肠草下毒 到玉碟姑娘房间 发现面具 再到布条和鞋 可以断定 是一个人干的 可光凭着布条和布鞋 也找不到凶手 这两件正午 应该和一个女人有关系 这鞋子上有邮寄 应该是经常做饭的原因 王爷 我已经把五嫂藏得土土的了 除了你还有我 她倒不知道 很好 你来得正好 我想找你破个案 破案 我们追查的人死了 只发现了这个布条和一支布鞋 这块布条 我总觉得在哪见过 这个 我也眼熟 这就是我们雏娘 凿装的布料 那就是说真凶 在善堂之内 很有可能在哪 现在王总管 帮我们确定了布条的来历 加持这鞋上大片的油渍 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在膳房工作的人 就在我们上房 我 你要我做些什么 你配合周护卫 在膳房内展开调查 责无庞大 王爷 王爷 秦贵妃派人来请您入宫 这么晚了 母妃找我有什么事 母妃啊 你是想跟我说玉蝶的事吧 我知道 叫你放弃调查也没有用 你私底下还是会去做的 我只是想提醒你 玉蝶这姑娘 真的值得你这么去做吗 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 每一件事情都跟玉蝶有关 说实话 我也分不清 玉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那你现在就分得清了 我让周翔 去调查面具的事 制造面具的人 却已经被杀了 那你不是很危险吗 这阵子 你还是搬回宫里来住吧 莫非你放心 有周虎也在 无大碍 当务之急 是找到凶手 换玉蝶的清白 是啊 其实 我也很糊涂 接触玉蝶这姑娘 觉得她是个很可怜的孩子 但是每次的谋害 又证据确凿 如果真是有人陷害 为何是针对她呢 其实我相续玉蝶 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了 莫非 她的母亲宋吴嫂 前不久被完颜人 抓去了完颜大营 可是这几天 却从完颜大营里逃出来 还带了完颜兵力部署徒 立下大功 她的兄长黎马 就是前些日子 大破完颜大营的那个 立下大功 最近要进京城 皇上还要给她赏钱呢 你说这样一家人 玉蝶 会去害人吗 这样吧 明日把宋五嫂带进宫来 见见母妃 好 这不是张乔氏吗 贵贵碎碎的 她在干什么 参见秦妃娘娘 你就是从完颜大营中逃出来 又带回重要情报的宋五嫂吗 是的 平身吧 谢娘娘 你女儿宋玉蝶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吧 我知道 但是民妇并不相信 不相信自己的女儿犯了法 是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会这样想的 但是 你们分开了那么久 她要遇到什么事情一犯糊涂呢 你又会怎么保证她不会犯错呢 冰娘娘 虽然民妇念书不多 可是 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 最了解自己的孩子 我家玉蝶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会伤害别人的 有你这样的母亲 本宫也难以相信玉蝶 会做出那样狠毒的事来 我还请娘娘 能够重查此案 以免真正的凶手 逍遥法外 好 本宫答应你 让刑部和青儿一起调查此事 你回家等着吧 只要玉蝶是清白的 就一定不会有事 谢谢娘娘 谢谢娘娘 如果我的女儿还能活着 希望她能遇到一个 像五嫂这样了不起的母亲 微臣吕二报 高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卿 快快免礼 平身 谢皇上 你知道这次 朕为何急召你回京吗 微臣不知 这次你在进水边关 英勇杀敌 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 灭敌人的威风 掌握我们的志气 所以朕要把你们这些猛将 都召回京城 一并论功行赏 这些猛将 皇上 除了吕二报以外 还有谁啊 还有在进水边关 大败完颜择立的林爵和李玛 现在市井坊间 到处都在传送着他们的事迹 所以朕也要对他们论功行赏 他二人确实立了大功 明日朕打算和你们一起行赏 你看如何 皇上英明 好 好 天呐 这就是变凉 这里边好热闹 这里边是不是有好多好玩的东西 三弟 等咱们授完了风赏 大哥一定带你们好好逛一逛 哥 赶紧进城吧 都等急了 别着急 咱们得先进见皇上再做打算 静儿 你找个地方等我们 为什么呀 就李玛哥我也是有功的 凭什么我不能见皇上 既然说得对 他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是当然 我功劳可大了呢 监狱爹我更要提上一提 就是就是 要不然大伙都以为救咱们的人叫林小极 你 二弟 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 挺激动的吧 臣等靠近皇上 五皇万岁万岁万岁 众外卿 勉礼 平身 谢皇上 众外卿啊 你们都是保我大宋的有功之臣啊 尤其是吕将军 不但善于带兵 还打了一场漂亮的仗 朕封你为二品票旗将军 谢皇上 爱将免礼平身 大卫是林爵将军啊 末将在 上次完颜贼子功成 你就立下了大功了 朕都给你记着呢 末将 快不敢当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了 还有李玛 小猴子 你们都是我大宋的猛将 尤其是李玛 虽无官职 一介不一 却屡见其功啊 如果朕不厚厚地封赏你们 那就显得我这个皇上太小气了 是吧 林爵 李玛 小猴子 听风 林爵 赐三品 镇德将军 李玛 赐从四品 名威将军 小猴子 赐五品校尉 各人 按所赐官职 领取田宅俸禄 还有我的份儿呢 小猴子 懂不懂规矩 皇上 小猴子出身相野 不懂规矩 请皇上恕罪 小猴子聪明伶俐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请起吧 李玛 朕赐你从四品将军 你好像不太满意 是不是闲朕赐你的太少了 回皇上 草民 本来就是戴罪之身 在军中立下一点功劳 只是误打误撞 所以从来没有奢望过 风赏刺绝 草民只是希望 能够早点回到唐州 和家人团聚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不在军中效力 实在是太可惜了 草民闲散惯了 所以 就不愿为官 但是国家有危难之时 无论草民身在何处 都会第一时间 回来报效国家的 请皇上放心 居庙堂之高 可忧于民 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朕念你一片忠心 无论如何 都要赏赐于你 烈青 你就莫推辞了 可是 很久之前 末将已经答应母亲 要回杭州 重建祖宴 光耀门楣 还请皇上 体谅草民 收回城民 好 自顾忠孝 不能两全啊 朕就成全了你 先把这崇四禀将军 先挂起来 回到家乡 光宗耀祖 但是有一条 你要记住 你要随征随诏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算微臣干脑涂地 也不会辜负皇上 如此这番体恤 李玛 家中还有什么人啊 微臣家中 还有微臣的母亲 还有妹妹 不过我娘 微臣听说 我御蝶妹妹 好像在亲王府中 你说什么 御蝶 是你的妹妹 怎么 皇上也知道御蝶啊 御蝶在王府行凶 已经被关在刑部大牢了 皇上 一定是搞错了 我妹妹不可能杀人的 她不可能行凶了 李玛 大殿之上不可无礼 皇上 亲王爷求见 快宣 是 宣亲王爷觐见 儿臣叩见父皇 免礼 你来得正好 李玛说 她有个妹妹叫御蝶 在你的王府中 是不是那个 害死朕的皇孙的御蝶啊 回父皇 此时儿臣正在调查 虽然说御蝶已经被判处死 但如果有新的线索 案情还是可以推翻的 处死 王爷 为什么会被处死 李玛你先别激动 一会儿我带你回王府 我会让你见到御蝶的 父皇 儿臣兜胆请父皇恩主 看在李玛有功的份上 能否让他与御蝶见一面 好 一切由你安排吧 朕疲乏了 公送皇上 王爷 李玛 你们先到王府等我 我去刑部把御蝶接回来 我会叫王季贤 带你去见你 我娘 我娘不是 娘 妈儿 娘 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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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儿你瘦了 妈儿 妈儿 娘 娘 娘 妈儿 我还以为娘不在了 娘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没事 你没事就好了 好了 好了好了 对了娘 玉蝶怎么了 我刚刚听皇上说 他要被判斩首 为什么呀 你都知道了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到底为什么呀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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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终于回来了 贵人你告诉我 玉蝶她到底怎么了 玉蝶 她是被人冤枉的 都怪我 要不是我一时冲动 玉蝶她也不会受这么大的罪 我们一家 也不至于死处漂泊 别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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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儿不是你的错 你救人是应该的 换了娘 我也会这样做的 先别哭了 我们想个办法 得把玉蝶救出来才行啊 娘 要不我去跟王爷求情 让王爷 放任玉蝶怎么样 这个办法呀 再非不得已 再去找王爷吧 你想想看 玉蝶本来就是清白的 但是靠人情让她出来的话 她一辈子顶着罪名 她会愿意这样做吗 娘 王爷她还答应我 让我跟玉蝶见上一面 好 那你等一下看见她 你别哭啊 好 擦干眼泪 擦干净 娘 玉蝶 玉蝶 桂儿 我们先进去 让他们好好谈谈 去吧 去吧 玉蝶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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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 好想你 我真的找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 玉蝶 一定找你找得好辛苦 我从杭州 一直找到现在 发生了好多事情 可是我现在有罪在身 见到玉蝶哥哥 就不能跟你在一起 玉蝶哥哥 他们说 我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了 玉蝶 放心吧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玉蝶哥哥 我好怕 玉蝶哥哥 玉蝶哥哥 我好想念以前我们的天下楼 每天无忧无虑的 他可是一把火 他什么都没有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娘 怎么不会离开 玉蝶哥哥 玉蝶 只要看到玉蝶哥哥没事 就无所谓了 我现在有罪在身 不能在这儿久留了 玉蝶哥哥 你好好保重自己 不要再让玉蝶找你那么辛苦了 在这儿等着我 我一定会洗脱罪名的 等我 不哭 不哭 嗯 人都在 是一个个问的还是一起问 把他们鞋都脱了 把他们衣服都脱了 嗯 嗯 听着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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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在死者手里找到的 是不是你杀他的时候被他抓下来的 我那天一进到屋 他就已经死了 房间里还有个人 我害怕的赶紧就跑了 什么人你看见了吗 我看不清楚 他蒙着面 邪你怎么解释 我当时一害怕跑的时候就掉了一只 我怕别人发现询问 就把他藏起来了 张巧氏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死者手里会有你身上的布条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好像跑的时候被他抓了一下 张巧氏 这布条鞋子两样正文就可以定你罪 你为何不报案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我是个寡妇 一直就害怕别人知道我和他在一起 所以才不敢报案 对了 那天晚上 那个人手里好像还抓着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一缕白毛 大人 大人 就是他 你有什么事情要报告 周护卫 就是他害的罗飞娘娘和玉蝶姑娘的 你有什么证据 张巧氏原来是擅访管事 只因一次自作主张给罗飞娘娘献菜 结果那次做的菜太难吃了 这不是正感伤 罗飞娘娘生玉蝶姑娘的气吗 所以他就被贬去洗碗去了 我想一定就是他心存报复 这件事情还有谁知道 整个王府的膳房都知道 周护卫你来得正好 怎么样 张巧氏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属下特地向王爷禀报 张巧氏可能不是真凶 可能不是 属下认为 这件事跟上次下毒之事 是同一个人干的 姓花和做面具的人死法一样 张巧氏只是在错误的时间 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被当作了替罪一样 可是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线索 能找出这个人 但是可以确定 这个人在府中 这件事情该怀疑的都怀疑了 我之前都怀疑过吕飞 可是我相信 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这个人藏得还真够深的 玉蝶姑娘 王爷 玉蝶 你可以出去了 那 我娘还有李玛哥哥呢 都在我府中等你 玉蝶姑娘 事情已经查清楚 陷害罗娘娘的另有其人 你可以跟我们出去了 我就知道 我一定会等到这一天的 王爷 多谢你明察秋行 玉蝶让你费心了 玉蝶感激不尽 周护卫 玉蝶对您感激不尽 我们走吧 王爷 别回头 跟我走 跟着我干什么 快去看看 宫总管来了没有 是 娘娘 宫总管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杀了一个厨娘 说是真凶 就把那个玉蝶给放了 娘娘息怒 奴才去灭口的时候 没想到两个人在私混 奴才当时想嫁祸于那个女人 以免日后查到我们 没想到那个女人 竟然是王府擅堂的人 蠢才 那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娘娘您别急 娘娘 您只想要送玉蝶的命 这个不难 只要她一天不离开王府 我们就有机会 好啊 那我就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娘娘 就到这儿吧 谢谢你周护卫 记住了 我不去找你 你不要出现在任何人面前 我留你一条命 你要珍惜 知道 谢谢 走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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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娘娘 不好了 我刚才看见那个玉蝶了 什么 在哪看见的 就在王府花园中 他不是在刑部打牢里等死吗 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会不会是王爷找人把他放出来的呀 他害死了我的孩子 就这么简单的放出来了吗 那也太不公平了 我想让他为我的孩子偿命 带我去找他 是 是 娘娘看 那个玉蝶就在那儿 宋玉蝶 龙妃娘娘 你用了什么办法迷惑王爷他 竟然竟然又让他把你放出来了 娘娘 是您误会了 我一直都是清白的 我没误会 证据都在 怎么可能是别人 我要你为我的孩子偿命 龙妃娘娘 你不可以这么做 玉蝶姑娘没有罪 玉蝶姑娘你先走 玉蝶先告退了 你给我站住 娘娘 你敢拦我 娘娘若还没有消气 可以冲我来 你以为我不敢吗 让你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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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小小气 别伤了您的御守 我 洛妃娘娘 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 派您的人不是玉蝶 而是擅防处娘张乔氏 她已经被流放到外地斩首了 玉蝶姑娘也是受害者 怎么这么大的事情 都没有人告诉我 把我当成外人吗 娘娘 娘娘 娘 这什么时候伤的 来 坐 娘这点小伤没事 怎么伤的 没事 怎么没关系 这是给完颜人放羊的时候弄伤的 其实那个时候 幸好碰到了乌纳西小姐 要不然的话 娘也就没命了 乌纳西是谁 她是元帅的女儿 人还挺好的 那她是完颜人 怎么会帮你 她也是没有办法 其实乌纳西小姐也是个好姑娘 只是生在这个乱世 她也不想打仗 可是她是元帅的女儿 她呀 那只有听她们的了 是啊 不过我们全家人又能聚在一起 已经算是老天开恩了 一点都不小心 没事没事 不疼不疼了 都好了 哪儿好了呀 那么大一个疤呢 才接了一个疤而已 来 娘给你梳头 别给我弄了你 别动别动 李马哥哥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晚上 看看你给我做什么呀 好啊 那你想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那我要想一想 李马哥哥最喜欢吃什么呢 你等我一下 你要干嘛去啊 我去去就会 不行 在这陪我 那好吧 那你不让我去 我就偏去 李马哥哥 来抓我呀 哥哥 等等我 来抓我呀 哥哥 抓我呀 哥哥 来来来来 李马哥哥 等我呀 快点 可爱吗 可爱吗 我捐起你身后的珠球 烟花不忍心冷落 夜色中的我 烟火照亮侧脸的寂寞 时光若烂不住那句放手 下周末 爱如同历史相说 翻开故事的结尾 如果没有我 真终究是我唯一诸托 能不能别走 默念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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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怎么会长弯出来 王总管 你这是 你这是在搞什么玩意 老汉今年四十八 一觉醒来 头插花 你受了刺激了吧 刺情 只要如扫之扰 人不风流 望终年 好诗好诗 谁写的 仙人 仙人 我仙人也写一首诗给你 此花只应头上插 不应在我手上拿 你看我们都有仙人 多有缘分 我们都有仙人指路 这话你说对了 仙人给你指路 对 叫你现在就要停指 明白了吗 别 我说的是手指的指 你说的是停指的指 我不会停指的 不应在我手上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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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插 快点出唇 一招儿女梦 恩来乱青愁